溪水潮团急让人吓得不敢靠近 这是一辆重度改装的吉普车 用绳索拉着后方一辆小吉普 准备勇闯滚溪流 第一辆车勇往直前破浪前行 但后方这台小吉普就没那么幸运 小吉普不敌强劲水流 整辆车被水冲到往左侧翻 360度翻滚了一大圈 车内物品也被冲走 前方吉普车赶紧加赌马力 将车子拉到对岸 泥沙台风霞带着好雨洗水暴涨 但有人硬是玩命速息 一段44秒的死亡翻滚影片 在网路上封传 浴野车不顾危险强行渡溪 在湍急溪流中滚了一大圈 连车顶置物架都横飞 往嘲讽是360度翻滚渡溪法 驾驶的人身跑马灯 恐怕也跟着转了一圈 还有人笑说马上有人要买二手车了 这是沾水车保证没有泡水 也雨洗车而已啦 只是内装也顺便洗了 水中360度恐怖翻滚 比大陆神惊险度还翻倍 有网友说这已经不是挑战速息 而是直接向死神下战铁 人身中要和车子一起打滚 洗澡没几回 就怕差个一秒绳索没拉回 这一番直接有去无回 接着070K节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